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Mets学院 我是Steven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将由我来带领大家学习关于现代IT项目管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节课所要学习的一些知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第一点 这节课我们要学习一下我们对这个专题课程的一个简介 什么是项目管理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幅图 我相信大家看了这幅图以后 会对项目管理有自己的一个感性的认识 项目管理是什么呢 项目管理其实就是对于成本核算 合同管理 日程管理 协同办公 文档管理 业务伙伴管理和资产管理等一系列资源的一个管理 那现在的IT项目管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IT项目管理是项目管理在IT领域的应用 结合IT行业特点 运用项目管理技术 理念和方法 它包括九大知识领域 包括项目综合 范围 时间 成本 质量 人力资源和项目沟通风险 采购管理 以及项目的启动计划 实施控制和收尾 对各种各种各样的资源使用情况的一个总结和分析 那我把它分为三类人群 第一类人群就是对IT项目管理感兴趣的同学 第二类人群就是想要了解整个IT项目管理流程的职场新人 第三类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类人吧 就是在项目开发中需要编写各种文档的人员 包括PM 开发人员 测试人员 以及运营人员 PM就是那个产品经理 他可能更多的去会会涉及这方面相关文档的编写 那通过这本本次专题课的学习 我们这些人员呢可以将更多的经理放到编码和那个产品的设计上 从而提到大家的开发等于的一些效率 好 这是第二点课程的目标对象 然后我们再来接下来再看一下第三个 我们来介绍一下本次课程的一个大纲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做的一个大纲 IT项目管理 主要围绕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项目的启动阶段 第二个阶段项目的计划阶段 第三个阶段项目实施阶段 这是这个阶段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就是项目的结项阶段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项目的启动阶段 我们会讲哪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他这里边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项目启动流程的规范 他这里边又包含了 当然了 包括了项目启动的一些简介 目的和你这个的适用范围 第二点就是包括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以及它的一些汇总 主要包括这些内容 那到具体的课程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细细的讲解这些东西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项目的需求管理规范 它都包含哪些内容呢 当然了 第一点 包含简介它的目的和范围 第二点 我们要获取需求 需求的确认以及最终需求的一个跟踪 第三点 包括我们项目需求变更流程的一些规范 需求变更应对对层和加强需求变更的控制等等 这些东西也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些规范 第四点 就是我们要将上面三个小类需求变更的原因进行汇总表 以便后面方便查询等等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项目启动阶段所要讲的一些知识点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阶段 项目的计划阶段我们会讲哪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包括三方面的东西 第一方面 项目的计划流程规范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然了 也包含项目计划阶段的一些简介 目的和范围 第二点就是项目计划事务流程规范 它又包含我们要审定项目级别 发布项目章程 委派项目经理 第二点 我们要组建项目团队 召开内部启动会议 第四点 我们会讲到怎样去制定项目的计划的一些细节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项目的设计方案评审流程规范 其实我觉得第二点和第三点应该是可以放到一起的 但是为了更加的清晰明亮 我把它暂时放开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项目设计方案评审流程规范 都包含那些东西 主要就是包含项目评审流程的评审材料的准备 以及我们要列出参与评审的公司专家级人员 好 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 我要给大家去讲的一些东西 好 项目计划阶段完了以后 我们来开始看第三个阶段 项目的实施阶段 有了前两个阶段的铺垫 那到了第三个项目实施阶段 我们会做哪些东西呢 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点 项目实施阶段的管理制度和它的一些规范 第二点就是跟踪项目的进展情况 第三点管理项目的执行状况 以及它的风险和问题 第五点管理和控制项目的变更 第六个就是项目的沟通管理 第七个我们要编制项目报告和管理项目的验收 第八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页面制作的流程规范 因为咱们这次课程 这次专题课程是面向外部的 所以在这小节里边 我会跟大家讲一些前端的一些编码规范 那对于这小节 我专门制作了一个思维导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页面的基本结构 第二个就是A16的降级说明 第三个浏览期间文性的要求 第四个文件目录规范 第五个CSS文件规范 六个HTML文件规范 图片文件规范 还有DS书籍规范 以及文件命名存放规范 在这一节里边 我会跟大家细细的去讲解 我们在项目开始之前 我们在对编码的时候 我们要做出这些规定 好 这就是第三个阶段 在第三个项目实时阶段 我们跟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会花一些时间来跟大家细细的讲解一下 这方面你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和一些东西 这是项目实时阶段 第四个阶段 我们来看一下 项目的结项阶段 我们看一下都包含几点 第一个就是项目的奖程制度了 它包含项目奖金的一些设立 包括你这个项目的创新奖 你的优秀团队团队奖 第二个就是奖金的兑现 以及你这个项目的评分标准 第二个就是项目结项流程规范 它包含第一个项目结项流程的一些简介 目的和它的范围 第二个就是项目团队内部的总结大会 我们要总结一下做这次项目的一些得以施 第三个当然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以用户为导向 我们需要对客户的满意程度进行调查 然后进行备案 方便后续的一些评审工作 这就是第四个阶段 我需要给大家讲的一些知识点 好 在这四个阶段 在这四个阶段都完成了以后 那我会给大家讲一下第五点 项目的代码的管理 这个阶段其实 这个点其实是在那个项目实施阶段 我应该给大家讲的 但是呢 由于它设计的东西比较单独吧 所以我还是最终把它拎出来 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 我会给大家讲一些哪些东西 第一个就是S1代码管理的介绍和一些基本使用 S1呢 现在是当前比较流行 也是比较常用的一款代码管理工具 在这里我会跟大家去讲解 第二个就是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Gate代码管理的一些介绍和一些使用吧 那Gate呢 也是一款代码管理工具 近些年来 它的势头 比那个S1可能更猛一些吧 所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为了大家的话 可能会有更多的了解 好 这就是我本次专题课需要给大家讲解的一些东西 好 我们再回来 好 那这节课呢 我跟大家讲了一下 我们这次专题课程的一些简介 相信大家 对这个ID项目管理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认识 第二个 我跟大家说了一下我这个课程的一个目标对象 第三个 跟大家说大概的讲解了一下本次课程的一个大纲 好 你们看一下这次课程的一个课后作业 大家来看一下 好 第一个就是大家课后可以理解和回顾一下 本节课程我讲的一些内容 第二点就是预习下节课项目启动阶段 你需要分析和总结的一些东西 也就是这个阶段 项目启动阶段 这两个阶段 这两个小点 大家可以回去预训一下 好 那希望同学们能够积极的完成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 咱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